朋友们 接下来咱们继续去写啊 继续开始讲 还有好几种装饰器 接下来咱们把这几种装饰器咱们说完 基本就快结束了 第一个 给大家说一下多个装饰器对同一个函数装 咱们那会说的是同一个函数对多个 同一个装饰器对多个函数装 现在我要说的是多个装饰器对同一个函数装 那么最后的结论会是什么呢 就看了啊 多个装饰器 多个装饰器会写吧 看着装饰器一啊 这个地方一一一一 好了 这是比方说啊 这个装饰器啊 这个是 这是第四几个了 十二个啊 多个装饰器对同一个函数进行装饰器 我把能不写的全抹掉 同样咱们写的简单点啊 这是一个装饰器 开始进行装饰 我这个地方写的严格一点啊 咱们写的完美点 开始进行装饰全线一的功能 好了 我复制一份 知道吗 那么这个地方咱还能叫那个了吗 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给他改个名 那咱就别叫set function了 比方说这个 这个叫add吧 是吧 叫add 比方说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全线怎么写啊 不会 全线啊 这么常情况下这个地方呢 你应该写英文啊 我就懒得查了啊 全线是叫什么呢 power power是能量力量吧 还是啊 ok 为了我不提前出来比较漏的那个方式呢 我就写了个qx 反应也不是说 来 这样看着 那么这个就干什么呢 比方说给他装饰全线2的功能 别全线2了 给他装饰什么呢 比方说开始装饰 XXX的功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比方说就爱着下回线XXXX 我只是给你举个例子啊 对中呢 想要表达出 用做个装饰器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装饰全线1的功能 这个是装饰XXX的功能 那这是XXX的功能 好了 这是模拟啊 好了 把这个抹掉 抹掉 那么接下来最低 我只有一个 我只有一个 我用一个就可以了 我接下来要干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对它进行用多个装 那么我为了简化这个程序呢 我不想写的怎么复杂啊 我不想写的怎么复杂 这个程序呢 啥也不接受 但是只是为了简化 你可以完全写那个复杂的 我这里边自答应一句话 Test test1 好了 已经够简来了 对吧 我就把这个100给它抹掉 那么它没有返回值 我也不需要 删掉 好了 将来我要做一件事情 不仅要用爱着这个装饰 我还要用什么装饰呢 这个装饰 首先我 写上这个 然后我再复制下这个 然后我再它 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现在是不是相当于用两个装饰去对同一个函数装了吗 首先确定确定能不能执行 看一下 Python 3 开始进行装饰XXX的功能 开始进行装饰权限1的功能 这是权限1的功能 这是XXX的功能 最后Test1 装饰是先装的XX 后装的权限 又用是先钓的权限 后钓的XX 你看见了吗 他们想要给你表达的一个意思是说 装饰器的装饰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有多个装饰器 我就怕我画的画的又没了啊 就怕这个事情啊 来看这啊 我就随时多解个图啊 来看这 当我的程序执行到这的时候 来咱们先把最基本的东西画啊 当我的程序执行到这的时候 咱把该画的都画好 这个叫做 把基本的我画完我记得这个图 它没了也没关系啊 i的下滑键叫权限 这个变量指向它 然后呢 随着你的程序的执行 执行到这的时候呢 它又有了一个装饰器 对不对啊 这个装饰器呢 在这啊 这个这个 在这啊 它的名字呢 叫i的下滑键XX 它有一个变量啊 它有个 它就像了一个变量名 然后呢 它指向了在给咱们刚定义的这个函数 接下来随着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执行完 接下来是不是要执行第17行了吧 17行的代码的目的是什么 我要问你 17行的代码的目的是什么 装饰 想要装饰的话 也就是说下面它是函数 才能进行这个装饰 那么第17行的代码下面是函数吗 不是 它够不到函数 最挑 我接下来想要拿到第17行的这个装饰器去装了 但是我接下来不是函数 是一个装饰器 怎么办的呢 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不满足 那么我就先送口气 我先让你去做吧 你做完了 请问是不是就相对变成了函数了吧 回个头来我再装 嘴天啊 我在碎片 代码是从上网上执行了 这个没错 但是我执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发现我要用装饰器来装 但是我这个地方是不是相对下面不是函数我就装不了呀 所以说我就怎么办 我就认为我先让下面这个东西装 来 请问这个东西下面请问是函数了吧 18行的代码下面是函数了 OK 来说吧 咱们接下来呢就拿着这个函数来对它装 拿着这个对它装 请问这个等价于什么 等价于 Test1等于 add 下方键叉叉叉 然后 Test1 没错 来等价于这个 那么这个执行完之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首先咱们在这个地方啊 首先咱们在这个地方有个函数 这个函数叫 Test1 Test1 这是原函数 这是原来的函数 好了 我先把这个截个图 省了它又没了 来 我接着拿着这个截图 我再开始画 这就不怕它了 反正是有这个版本了 来 看着这懂吗 咱们就接着画 那么我接下来 要对这个进行装饰了 你说没错吧 那么装饰的时候 执行的这个代码不就是这句话吗 这句话怎么理解啊 首先是不是要掉这个函数啊 来 拿着谁过去掉这个函数呢 是不是拿着这个函数的应用啊 拿着这个函数的应用过去掉 掉哪一个啊 掉下边这个 掉这个叉叉这个 掉这个叉叉的时候 请问怎么着 掉这个叉叉的时候 是不是FUNC这个变量 是不是指向它了吧 那说的直白一点 咱们那会理解过了 你这个地方 是不是相当于 是不是就创建了个笔包啊 那么我这个地方 就直接画在这了 创建了个笔包 那么请问这个变量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FUNC FUNC指向谁 Test1 没错 F1指向 Function 指向它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 这个里边 它毕竟还有个变量名 是不是叫 靠下游叉 FUNC 这个靠FUNC指向谁 是不是靠FUNC 是不是指向这个函数了吧 好了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执行完之后 我有个变量 指向它 这一句话执行完之后 相当于我有个变量 靠FUNC 是不是指向这个笔包了吧 就向你指向这个函数 那么接下来 Return靠FUNC 请问是否意味着 这个东西 指向谁 是不是接下来咱们的Test1 是不是指向谁 那么就导致了什么呢 导致了Test1 指向这个 是这个道理了吧 好了 随着这一句话的执行结束 随着这句话的执行结束 请问同学 是否意味着 这个函数里边 这个东西没了 咱们可以把这个箭头抹掉 请问是不是变成了 现在这个效果 那么我接下来 当这一句话执行完之后 最后的结论 就是当前这个样子 你说没错吧 执行完之后 就是当前的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箭头呢 这个肯定要没有这个箭头 这是一定了 好了 那么我截个图 再截个图 来 来 他们 打击接着来 接着来 绝对不会再丢这个图了 那么 在这个时候 大家再看 我这一个地方装饰完 装饰之后 请问 是否意味着 第18行 第19行 是不是已经相当于执行完了吧 咱们刚刚之所以执行 第18行的前提 是因为第17行 想要装饰 但是下面不是函数 所以说我先让你18行 想装 装完了之后 我是不是再回头了 是不是再装17行 这个东西了吧 请问这句话相当于什么 下面 就是当 当这个地方都执行完之后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我有个Test1函数 这个Test1函数 是不是指下这个函数了吧 那么下面函数名叫什么 你不就对什么装饰吗 那么请问 接下来的这句话 是不是相当于 相当于Test1等于 I的权限 Test1 你说没错吧 还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 来 他们 接下来我要执行这句了 执行这句意味着什么 拿着Test1的指向当作实摊 就拿着它的引用当作实摊 然后是不是修给Test1对话 来 Test1现在指向谁 Test1现在是不是指向这个 拿着这个箭头去了哪 就拿着这个 拿着这个引用 拿着这个箭头去了哪 是不是去了上面这个 去了上面这个 首先第一点 咱们说了 一定有个变量 叫FUNC 没错吧 那么这个FUNC指向谁 你拿着谁过去 是不是它指向谁啊 好了 接下来 这个变量 指向下边这个 注意了 不是这个 是这个啊 那么接下来 我就定一个函数 请问定一个函数 是不是意味着 在这个地方就怎么着 是不是再来个笔包 再来个笔包 来 相当于 在这个位置 再来个笔包 把它换成绿颜色 来个笔包 那么这个笔包里边 请问谁指向它呢 谁指向这个笔包呢 靠下位线FUNC 这个变量 是不是指向这个笔包 它指向这个笔包 来 怎么办 那么接下来 咱们把这个东西 再去一返回 是不是相当于返回的 整个这个笔包 是不是这个引用了吧 那我把这个东西返回 请问是否意味着 接下来让TEST1 是不是结束这个变量 结束这个返回值啊 那么TEST1 原来指向谁啊 TEST1 是不是原来指向它 还指向它吗 不指向它呢 让TEST1 指向上面这个哥们家 那么咱们这个时候 可以把这个变量抹掉 是不是把这个FUNC 咱们理解为 它是笔包的一部分 请问将来 是不是更好理解 那么这个箭头 就自然而然的 变成了FUNC 是不是指向了这个地方 好了同学们 来再看啊 到现在为止 就变成了TEST1 不是指向原来这个 也不是指向 第一个装饰的这个 是不是指向 最后装饰的 是不是这个新的了吧 那么接下来 当我执行完了 17行18行之后 不就这个地方 全部搞定了吗 请问这句话 有啥呢 TEST1 怎样谁 是不是怎样 上面那个 上面里面这个代码 请问这里边 是不是全线验证一样 请问全线验证一先打印 然后接下来 他打印完了之后 请问接下来 这个地方怎么着 掉的是谁 这个地方 同志是不是就掉他 他这里边 是不是就打印 这是XX功能 XX功能打印完了之后 这个地方掉谁 这个F1C指向谁 是不是指向下面这个 你们发现一点 最后就变成了 我装饰的时候 先装这个 再装它 将来我真正在去执行的时候 是先执行这个 再执行你 是不是再执行你吧 OK 同学们 最后的一个结论 就在这个地方了 装饰器 如果有多个 同一个函数装饰 没有任何问题 最后的执行效果是 先装的谁 先执行谁 就是你同事 同事上往下看 谁在对上面先执行谁 听得清楚了吧 谁在对上面呢 先执行上面这个 然后再执行下面这个装饰器 执行完了之后装饰器之后 是不是对后再执行对下面 原函数了吧 多个装饰器对同一个函数装饰 这就是这个过程 这就是这个过程 我偶尝尝尬 我偶尝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要是有三个装饰器 会怎样 对再往上扩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你要最听讯了 我原来 我说张三 过来 给我盖拥出事情 张三批点批点过来了 我前面给张三夹了装饰器 现在我说张三过来的时候 实际上是我另外一个人过来了 你说对吧 另外一个人叫了装饰 在张三的上面又加了个装饰器 我现在掉的是谁 是不是现在我现在掉的 是不是对上面这个 对上面这个再去掉里 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再去掉那个 加一个装饰器 中间隔一个人 加一个装饰器 隔一个人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把我现在的位置 想象成和你之间的距离的话 咱们之间有几个人 你就认为是装了几个装饰器了 我想把东西传给你 我先传给这个人 这个人再传给他 传给他传他传他 是不是对后是不是才到了你了 所以说装饰器 是可以多个函数装饰的 那么这么多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如果这个装饰器来加权限 这个装饰器来加入log日志 那个装饰器来加入网络功能 那个装饰器来加入什么功能 请问对中 你这个函数在调用之前 是不是经过了腾腾腾腾 是不是在过滤了吧 对不对 先要检查权限 再要怎么做 再要怎么做 对中了 他还会执行 其实呢 这就是装饰器 其实呢 这就是装饰器的一个作用 一个作用 好了 这是呢 我刚刚给大家说了 是多个装饰器 的同一个函数装饰 对不对 接下来咱们花 三五分钟的时间 理一下这个 没关系 我刚才会执行的 我刚才会执行的 这就是装饰器的一个作用